今天和大家一起拆一颗高压的金蛋子 三个月前修剪这颗金蛋子时 原本应该去直流弯 咔嚓一刀 但是我没舍得剪 准备物镜提用 先高压两颗小树下来 三个月过去了 今天我们打开看看长根了没 拆开遮光的黑胶纸 从表面可以看到不少粗壮的根系 环拨处的玉盒组织上还长出了不少新芽 短短三个月 就得到一颗茂盛的大树行金蛋子 上盆种好 现在培养盆里咬一年根 之后就可以上官赏盆了 接着准备高压另一棵小树 先给它修剪盘栽一下 高压点大概在这里 把树皮环包干净 覆盖上杀菌后的湿润水苔 用架接磨缠紧 再包裹一层黑胶纸遮光 用铝线固定好高压包 修剪一下枝条 打完收工 可能要等到明年春天再进行分离操作了 视频末尾请你帮我点个赞 我们明年春天继续看它